大家好,经常有话语反应,自己的兰花在长出了新芽之后没多久就出现了这个烂芽的情况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兰花烂芽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注意好三点,兰花就从来都不会再烂芽了 那么是哪三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肥管理一定要做到位 兰花在长新芽期间,我们的水肥管理一定要注意 不管是浇水还是给兰花用肥,我们都一定要注意 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水肥流入到这个芽芯里面 也不要碰到这个新芽,以免导致这些肥液或是水的话呢 会积累到这个新芽里面,然后这个新芽芽芯里面呢 因为这个排水的比较困难,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烂芽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管是浇水还是非,一定要沿着这个盆边呢 慢慢的浇,一定要注意不要浇到这个芽芯里面了 最好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塑料袋 刚好可以套住这个新芽再来浇 这样的话呢就万无一失了 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外力的损伤 在养护兰花新芽期间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手 千万不要经常用手去触碰这个兰花的新芽 看一下它有没有长根呢 如果你经常这样子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这个兰花呢会有一些外力的损伤 而且呢我们在给兰花修剪一些叶甲呀 或者是清理一些枯叶的时候 也要注意不要碰到这个兰花的新芽 一定要尽可能的保护好它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要注意的避免外力的损伤 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 不管是病害还是虫害的话 都会侵害到兰花的新芽 然后导致兰花腐烂 所以呢防治病虫害是非常关键的 如何防治病虫害呢 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也要保证环境的通风之外 使用一些杀菌杀虫药的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一般杀菌药的话我们可以用带生猛仙啊 或者是多菌磷交替来使用就可以了 给蜘蛛进行这个整株喷湿 但是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药液呢 喷到这个芽芯里面 这是非常关键的 杀虫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杀虫药来进行喷湿 但是呢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 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比虫磷 埋上这种颗粒形的比虫磷 它可以被蜘蛛所吸收 然后对这些虫害进行触杀 大概呢40天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安全 而且呢也不会伤到这个芯芽 在盆土里面啊 适当的撒上一小勺 在兰花芯芽期间啊 我们把这三点给做好了 那么呢兰花再也不会出现烂芽的情况了 好的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